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被称为山城 除了山多 原来重庆是世界上防空洞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已知防空洞数目至少1603个 原因是重庆承载了战争年代的记忆 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曾经对重庆进行长达六年多的空袭 因此当时政府不断开作防空洞以保护民众 防空洞当地人叫洞子 防空洞有公共防空洞和大量私人防空洞 可使用面积大约相当于110个足球场 为了更善用这些山洞空间 重庆在2018年启动山城洞天计划 针对每个防空洞的历史和特色 采取一洞一刹提升使用率 经过一番鼓励和投入创意 大量防空洞不再空置 不少防空洞被善用 更创造了工作机会 每年提供超过10万个就业职位 除了成为夏天的投量好去处 有防空洞变身为书屋 不少书屋因为设计独特 成为游客最好的打卡点 除了看书 更多人是影响 泛黄的书籍和一些历史感的物件 照片都十分吸引眼球 有些书屋可以一路看书 一路喝茶聊天都是另一种肯受 火锅是重庆的标志食品 经过百年发展 由九宫格火锅 衍生出鸳鸯锅 子母锅等食法 近年配搭火锅的潮流景色 非动子火锅莫属 动子火锅是防空洞火锅的别称 顾名思义就是开在防空洞内的火锅店 防空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 有火锅老板将火锅店开在防空洞内 即使夏天室外气温飙升到三十几度 洞里面位置摄氏22度左右 去到冬天防空洞内更可以保温 又有人将防空洞改造成咖啡馆 货幻主题特色营区等 这些改造项目充分利用防空洞合习的通道 结合梯级和转角位 为参观者带来特色的空间体验 此外不少防空洞都被赋予教育功能 例如重庆建川博物馆 即是坐落在24个防空洞里面 这些防空洞曾经是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子群 各种系列的改造 令防空洞成为重庆另一张名片 既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都被旅客深体验了解重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